萨古鲁谈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有人问 萨古鲁我们如何区分无条件的爱和逆来顺受呢 萨古鲁说 我们要明白 我们所说的爱 一般情况下都只是一场互惠互利的阴谋 你给我这个 我就给你那个 如果你不给我这个 我就不给你那个 大家都没有明说 但就是这么做着 人类有各种物质的 心理的 情感的 经济的 社会的需求 我们没有把这些需求 变成 你给我这个 我就给你那个的 丑陋交易 而是为他带入了一些美感 给他裹上一层情感的糖衣 然后称之为爱情 作为人类 用一种基本的方式做交易 会让我们感到丑陋 如果你双手捧着食物吃 就是丑陋的 难道不是吗 我们想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进食 相似的 我们以一种更有美感的方式 计划着 安排着 实现我们对物质 情感和经济的需求 我不是说 这有对错之分 这是生活的事实 为了家庭的目的 为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为了满足各自的需求 为了生育下一代 一种家庭层面的爱 就足够了 能够拥有 或者准备好拥有 那种会让两个生命 合二为一的爱 并走向终极合一的人 并不多 两个人在体验中 真实地成为一个 需要一些更大的东西 多数人能够用爱 来满足家庭的需求 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好 超越这种需求 一个人准备好了 另一个人却没有 或者说 一个人在努力 另一个却没有 这会让人感觉 其中一个人 在变成逆来顺受的可怜宠 另一个则在剥削 榨取 但是一个渴望着 以终极合一的方式 成为爱的人 不应该烦恼 自己变成了擦脚垫 之类的东西 在印度这里 有一种文化 人们选择给自己 取奴隶之名 你知道Krishnadas 或者其他代DAS 译为奴隶的名字吗 他们公开地说 我是奴隶 他们不惧怕被用作擦脚垫 他们想成为擦脚垫 这种爱是为了终极合一 而不仅是为了家庭的目的 如果你在寻求终极合一 那么爱就是一件不一样的事 如果你在寻求 一种进行家庭生活的方式 那么你必须带着高贵的尊严 来处理谁得到了什么 如果任何一方使用超过自己的份额 那么就成了 如果你不给我这个 我就不给你那个 这是社会性的事 不然 如果你在寻找终极合一 你就不应该考虑这些 换句话说 如果爱超过了某个程度 即便你只是陷入爱情 你就容易受到某个人的伤害 不变得脆弱 不变得脆弱 一受伤 就没有爱情 你必须陷入 当你陷落的时候 某个人会把你拖起 或者在你之上走过 这种体验很美好 因为你陷落了 不是因为有人把你拖起 而是因为他们走在你之上 你内在确实有那个陷落的放弃质感 英语表达方式中的 falling love 陷入爱河 真的非常恰当 非常美丽 人类总是在说 陷入爱河 从没人说 站在爱里 或者在爱中攀爬 或者在爱中飞翔 因为当你所认为的 那个我自己陷落了 一种深刻的爱的体验 就能在你内在发生 爱情的美丽 不在于别人给了你什么 为你做了什么 你独作异于 想着你真的如此爱过一个人 你爱到愿意为他而死 这就是最美好的时刻 最美好的时刻 不是有人送给你一个大大的礼物 不是送你一颗传节 不是有人说 关于你的这个 这个 那个 这些都不是 你只是坐在这里 愿意 死去 这才是最美的时刻 你不仅愿意做一块擦脚垫 你甚至愿意成为他们脚下的尘埃 我不是说你应该像那样 我是说当爱转化为前程奉献时 就是如此 如果你陷入爱河 你会变得脆弱 一伤 但是在爱情之中 仍有一些清醒的理智 你可以从中恢复常态 但如果你成为一个前性者 就不再清醒 你无法恢复 你没有成为一个前性者 只是因为 你把自己归于某个宗教 信条 或者类似的 一个前性者 无法把自己归于任何事情 他只是付出 所以当你踏上 这样一片土地的时候 你必须清楚 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首先 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标 只是得到生命的一小部分 那么一种慎重衡量过的爱 是很好的 但是 如果你不是在计划着 要过上好的生活 如果你想要消融在生命过程中 如果你想成为 生命的一生乍想 如果你不计自己的得失 那么 你就成了一个 虔诚 一个前性者 不是某个人的信徒 前性 是一种品质 前性 指的是一种 单一朝向 你始终 你始终 只专注在 一件事上 一旦一个人 变成这样 他的头脑 情感 他的一切 都会 都会朝向一个方向 恩典 自然 会在 这个人身上 发生 他变得 有接受性 前性 前性 指的是 你 和你 虔诚奉献的对象 消融在一起 作为一个前性者 你不要考虑 自己是成了一块 你来顺受的擦脚垫 还是 某个人 头顶的 王冠 只要你能触碰到 那个人的脚 或者 头 或者 别的什么 你成为什么 都是好的 那是一种 不一样的 存在状态 我认为 一个寻求家庭层面的 爱的人 甚至 不该问 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